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音乐维讲堂要跟大家介绍 东管 西管 真的好难管 难管是什么呢 难是指南方 管就是很管 弦管 弦就是弦类乐器 比如说古针 琵琶 二胡 这些有弦的乐器 管就是指笛子 动销 唢纳 这类吹管乐器 所以难管不是只有一样乐器而已 它是由很多乐器所组成的音乐种类 难管起源于汉代的香客歌 它在泉州这个地方开始流传 传到世界各地之后在台湾被保存的最良好 目前在台南以及彰化陆港都有具代表性的 南管管阁 南管最厉害的地方是在2009年 被联合国科博文组织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古化遗产 所以南管是一个非常古老 具有保存价值的音乐种类 南管有一个尊称叫玉前钦克 玉前钦克是什么呢?就是皇帝给你机会 让你在他面前秀一波 玉呢就是皇帝嘛 在皇帝面前演奏南管的贵客 玉前钦克的故事呢 其实就是清朝康熙皇帝有一次想要举办一个宴会 那他就想到他的宰相李光呢是南方人 他就问李光说你们南方有没有什么代表性的音乐啊? 李光就说哦有的有的 我们有一个音乐叫南管非常有名哦 李光就立马写信回家乡聘请他们家乡 舞为演奏南管的乐师上京为皇帝演奏 皇帝听到这些南管音乐啊觉得好特别哦 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乐器耶 非常的开心想要册封他们围观 但是这些乐师啊其实比较想留在家乡 所以就玩具皇帝的邀请 皇帝也不为难他们啊 所以呢就赠送他们 宫灯彩伞彩牌 在上面绣了玉前钦克四个字 直到现在呢南管在演奏活动的时候都会挂出这些东西 以显示他们的尊容哦 南管有一个特色是在他的语言上面 我们演奏的时候有一个形式是需要唱曲的哦 我们唱所使用的语言呢就是泉州话 泉州是在福建这个地方 福建这个地方呢其实都是使用闽南语系 跟我们台语是一样的 只是台语有分北部腔啊中部腔啊南部腔啊 所以会有一些差异 那泉州的差异呢就更大了哦 所以其实有些人会觉得好像听得懂又好像听不懂 举例来说台语的你去看要怎么说呢 泉州话的话他会这么说 所以里面就有两个字是不一样的 对于刚接触南管的人来说呢 他就会觉得好像听不太懂 南管还有一个会让人觉得比较难懂的地方 是在他的行腔转运 一般来说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呢 会把字拆开来唱 看的话我们会拆成 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会先叫离叫字 中间呢会堪温千韵 唱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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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到我是谁我在哪 最后才会收音收音 就像这样 哦有听到哦 开头是科开头 中间呢会 最后才把字 收起来 那这就是南管很大的特色哦 小嘉费 南館樂器編製中其中一樣為上四館 南館人稱之為丁戲館 上四館就是四樣旋律樂器 其中最重要的一樣琵琶 吉伯 它有萬鈞祖帥之稱 在樂曲開始之前 它會有一個臉頭 臉頭 提示所有的樂器 音樂即將開始 領導上四館進行演奏 就像主帥一樣帶領著軍隊往前 那琵琶它的形勢呢 跟一般果樂琵琶很不一樣 第一個它演奏是橫暴 果樂琵琶為直暴 有四項九品 它使用私弦彈奏 最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它是曲頸的 跟一般果樂琵琶 跟一般果樂琵琶之景是不一樣的 它還開了兩個半月形的音孔 琵琶的背面會以詩詞命名 像這把它的名字就叫韓香 琶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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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琶琶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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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琶琶琶琶琶 洞梟,洞梟,在南館中是帶入先鋒 就是在琵琶碾頭之後,洞梟會引一個音出來 引音之後,所有的樂器就會跟著演奏 那洞梟的形式上呢,它是竹子做成的 那它有非常嚴格的尺寸要求,一尺八寸的長度 以及需要符合十目九節的竹子 十目九節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個目,以及九個竹節 一把符合形式的洞梟是非常難得的 那洞梟的開孔呢,前面開了五個孔 後面開了一個孔 那它的下面還有兩個出音孔,叫鳳眼 它最特別的地方是它的吹嘴 有分雞嘴跟鴨嘴 雞嘴呢,是V字形的 鴨嘴呢,是U字形的 那兩種不同吹嘴,吹出來的音色呢,會有不同 洞梟在演奏上,常常會有加花變奏的部分 琵琶呢,演奏的是古譜 那洞梟要依照著古譜去加花變奏 也就是所謂的肉 更可以進一步的說,它就是整個音樂的靈魂 所以洞梟的加花變奏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很精髓的 シーデ,四塊 是由四片分開的竹子做成的 那它藉由竹節互相移奏,發出聲音 四塊最具特色的一點,是黏脂的時候 它會發出如チョッキョ 就是穴鳥叫的聲音 它在打擊的時候呢,會有不同的手勢 不同的手勢呢,就會讓四塊顯得特別的活潑生動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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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真终于要出现了 之前我们有介绍南管的历史源流 以及上寺馆其中两样乐器 琵琶洞销和下寺馆其中一样乐器四块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 如何把鼓针跟南管两个不同的乐种 做一个跨界的融合 鼓针的特色呢 在左手的银柔按放 刚才我所演奏的乐曲中呢 你会看到我左手会有按下去 放回来就是按放 以及音 甚至还有颤音 这样的鼓针左手演奏技巧呢 能够让鼓针的尾韵更丰富 它甚至呢可以模仿不同的声音 比如说鸟叫声 还有鼓气的声音 甚至呢它可以模仿自然界中的风雨声 像这样风雨交加大雷下雨刮风的这种声音啊 很震撼的声音 鼓针呢都可以做到 像这样模仿这些声音的方式 我们叫做气血人声 就是用乐器去模仿人的声音 像刚刚你会听到我唱的时候 像刚刚你会听到我唱的时候 有异扬顿锁 那跟鼓针的银柔暗放呢 就能够达到完美的融合 所以这两个不同的乐种呢 刚好能够以它最大的特色 来去做跨界结合 像南管在行腔转运 以及鼓针左手银柔暗放演奏过程中 会出现很多的微分音 这个微分音呢 在西洋十二平均率中 有些人会觉得不太准 那其实是传统音乐的音率 跟十二平均率不太一样的关系 其实我们在学习不同的音乐种类的时候呢 我们会学习如何尊重不同的音乐种类 去了解它的音率及特色 能够进一步的去掌握这些传统音乐的精髓 我觉得是学习音乐很重要的 今天音乐维讲堂所介绍的南管及鼓针 在之后的线上音乐会 有一首跨界的结合 以及下一期的音乐维讲堂 数位编曲与鼓针的结合 珍惜哈 敬请期待哦 之后有相关的音乐知识及表演内容 欢迎关注我们的粉丝专页 以及IG 鼓韵针乐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这个音乐是什么 订阅 我 pillows 我们下期再见 我走了